上一期呢我们做了 Proton H70 的保养成本影片之后呢 就有读者要求我们做一下 Civic 然后也有人问 如果是月薪六千的话买不买得起 Civic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算一算 Civit 的养车公车跟保养需要多少钱 如果你也最近在考虑要买 Civic 的话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或者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这次我们要计算的车子呢是 Honda Civic 的 RX Turbo 版本 它在马来西亚的售价是 RM151900 那么我们假设呢买车的人呢是给这个 10% 的头期 然后利息大概是在 2.7% 左右 供期供期年 那么我们得到的供期呢就是每个月需要供 1935 块 哇这个这样算下去其实养一辆 Civic 真的是不简单哦 而且这个还是不包括这个保险的费用 那么保险的费用呢我们只可以给你一个预测 因为马来西亚这个保险公司呢它在计算每个人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预测呢用这个 Calculator 软件去算了嘛 这个 Civic 如果你是买新车的话 它的保险大概是 4,205 块左右 不过它的 Rutex 90 块一年啦 如果是讲你是旧车换新车 你的车有值 NCD 的话 而且是扣到 55% 的话 那么你的保险费用就不需要给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是买新车的话 那么就可能肉通一点啦 但是呢这边我也是要讲到呢 其实这个银行贷款利息等等呢 其实是因人而异啦 因为不同的银行呢它们会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有些人拿到 2.2 有些人拿到 2.5 有些人拿到 3% 所以这个只是做一个参考 除此之外呢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情况允许的话 要买 Civic 投期给多一点 那么你的工期就会少一点啦 这样子工期也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讲完了公车之后呢就要讲到日常的保养费用啦 如果我们完全根据 Honda Malaysia 提供的这个保养列表呢 这辆车作为一辆 C-Segment 它的保养费真的是便宜到吓人 不过我在这边也要先跟大家讲一讲啊 通常你把车子送回去保养中心的时候呢 它们会有一些额外的 Service 或者是额外的补品给你去选择 也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要求去选择你要不要这些补品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要的话 你是有权利选择不要的 可是因为 Series 是一辆涡轮增压的车款呢 作为一个涡轮增压的车主啦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情况允许的话你会可以选择好一点的黑油 毕竟呢这个车子的心脏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相对的你保养的价格其实也会贵一点点啦 基本上大部分的 Honda 车款呢都是一样的 你的第一次 Service 是在第一个月或者是第一千公里 不过通常你都是回去检查一下而已 这个是不收费的 当然就像我讲到的 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补品给你 这个你自己去看要不要选择 除此之外呢每一次的 Service 就是六个月跟十千公里 就看何者危险啦 就是讲如果今天你先驾到一万公里的话 你就要去 Service 或者是已经到六个月 可是你还没有驾到一万公里 你还是要回去 Service 这一点是车主们都要注意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车主用车五年来计算它的保养费用 如果完全跟照 Honda Malaysia 的列表呢 那么你五年的保养费用 我自己算出来这个数目我都下到超便宜 而且我甚至怀疑我自己算错了 不过呢以一个用车过几辆车的车主啦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基本上呢你回去 Service Center 之后呢 你一定会加这个加那个 然后还有其他的保养费用 加起来绝对不止这个价钱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啦 因为他们在介绍你讲这个东西有好处的时候 你自己真的是会加下去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们真的要算下去 不过讲老实话 如果是完全依照这个价格表 C-Segment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啦 然后这个价格表呢 其实它的收费是截至到2024年的3月1日 因为在3月1日之后呢 马来西亚政府把这个 SST 的6% 提升到8% 暂时 Honda Malaysia 还没有更新新的这个价格表 不过我相信价格应该差不多 因为只是2% 而已 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讲一句 这个价格是真的便宜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因为这个 Honda 的车款呢 全部都是采用这个真实链条 也就是 Dimeng Change 的设计 不是 Dimeng Belt 所以它是可以节省这个更换 Dimeng Belt 的费用 其实这个真的可以省很多啦 接下来就是 Honda Civic Bear and Tear 的东西 讲真的这些东西大部分价格都不贵 例如讲这个余刷 余刷如果你买好的应该也是100块里面一堆 然后可能一年换一次 讲真的小前台的 然后这个 Brake Pad 其实也是一样 比较普通的大概是150块左右就有啦 如果你要 Performance 刹车性能比较好的 大概是250块左右 基本上也是一两年换一次 这些费用我觉得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最痛的地方在哪里 最痛的地方就是它的轮胎 因为 Honda Civic 呢 大概是在 700块到 730块一条 如果是讲你同时你换两条应该还好 大概是 1400 多块 如果你要四条一起换的话 那个真的是痛到一个程度 当然啦你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因为目前 Performance 轮胎 选择是真的很多 也不只是米其林而已 不过因为它的尺寸到了 18 寸 它的价格都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啦 除了这个轮胎换一次伤筋动骨以外 剩下的东西就还好 另外呢这个车子的 Alignment 跟 Balancing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啦 建议呢大概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做一次 不然的话对车子会有损伤 而且要告诉大家是 因为这个 Civic 呢 它的后选要是毛迪令的设计 虽然讲它的操控等速度 都会比起 Torsion 并更好 但是后期的保养费用 其实也是会比较高一点啦 不过详细呢 我是建议大家去这个轮胎电温一下 还有一个点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车子的电池 通常这种电池呢 大概是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你就必须更换啦 我刚才去上网查了一下 HONTA Civic FC 使用的型号的电池价格 其实也不贵啦 大概是 300 块到 450 块左右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要其他更好的电池 1200 块都有 所以这个就看自己的选择怎么样 每天开车的朋友 你千万要注意你的电池的健康状态 一旦电池损坏的话 就会造成你的不变 那么电池损坏的征兆有哪一些呢 第一点就是你的大灯 如果说你的大灯会突然间变暗 或者是大灯开启之后呢 一直闪烁 那么这个就是电池损坏的征兆之一 第二点就是你的车子引擎会很难启动 再不然就是你启动引擎的时候 会有那种 如果说你的电池完全损坏的话呢 你的车子就是直接start不到 那么第三点就是因为这个电池的健康状况不佳 导致电压不稳 导致你车子的部分功能可能无法使用 以上的三种情况之一 或者你全部都遇到 那就代表着你的电池可能要坏了 如果说你的车是有 Auto Start-Stop System 的话 你不更换电池 情况可能更糟糕 这款电池是专门为有 Auto Start-Stop System 的车款而设计的 当然如果你的车没有Auto Start-Stop 你也可以使用它 它可以提供你更长的使用寿命 而且它的电流输出也更加的稳定 那么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Bosch Battery 的相信 可以游览Bosch 的官网 或者前往这个Bosch 的经销商啦 然后除此之外 你买到一辆新车 你可能会有去一些 汽车美容帮它做点东西 例如讲你要连这个隔热膜 例如讲你要做PPF 你要做Couting 这些呢便宜从几百块 到几千块起跳的都有啦 所以 养车公车 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 那么来到影片的最后呢 就像我刚才讲到 有人们我6000块一个月 买不买得骑CV 是有一点辛苦啦 除非讲你真的没有什么负担的话 你每个月有剩钱的话 买CV不难 但是 如果是有负担的话 我会建议 最好是金收入6000块左右 才去买CV 因为这些东西 杂七杂八加起跳 真的是不简单呀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种报纸 写什么2000块买CV这种骗到 根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公车一骑都钱多块了 2000块公CV 你要这么生活 对不对 好了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你看到这个CV的养车成本之后 你有什么话讲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然后下一期大家还想看什么车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可以啦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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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